豪华量最高的SUV发布 搭载红楼系统 完全打通人车壁垒 12月23日下午 华为冬季旗舰新品发布会 在深圳正式举办 除华为P50TALK只折叠屏手机 支持测量血压的智能手表华为高吃低 华为智能眼镜等产品外 由华为 小康赛利斯联手打造的首款AATO 智能豪华电驱SUV也一同现身 官方命名其为问界M5 问界M5是AITO品牌首款中型豪华SUV 也是首款搭载华为最新Harmonious智能座舱的车型 Harmonious的加持打通了华为的鸿龙手机 智能家居以及车机等产品的底层系统 进一步实现汽车端的移动家居 办公 娱乐等功能 AITO是今年12月2日 小康赛利斯发布的高端智慧汽车品牌 由华为致选参与联合打造AITO 亦为ID Intelligence Auto 即将人工智能的概念引入汽车产业 实现更深层次的智能驾驶 AITO品牌的到来 意味着赛利斯与华为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赛利斯将在设计 研发和生产方面赋能 华为的鸿蒙智慧生态系统和销售服务 则助力AITO打造出差异化优势 小康赛利斯并不是华为合作造车的唯一 与华为合作的厂商之中 步伐长安 广汽 上汽等知名车企 例如今年9月 北汽蓝股发布公告称 子公司北汽新能源 与华为签署全面业务深化合作协议 共同打造AirPods和嗨联合品牌